實際上的影響有什麼 那就是因為這三個礦場開發案 它基地緊鄰 而且就是它的開發時間相同 開發類型也都完全相同 所以其實環瓶大會它除了羅列 這個也特別提出 它的廢污水的排放口下游 有非常多的灌溉跟自來水的取水口 然後這些原因都是認定它 這三個開發案它有 對環境有重大的影響之餘 而且應該進二階環瓶的原因 但是我們在這裡現在要請的是 我們的當地的居民羅正宏先生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三個礦場 尤其是雅尼 它在過去的開採過程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在這次的環境影響評估裡面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曾經 有真正要進行實質環境影響評估的作為 那現在我們就有請羅正宏先生 來 各位好 我之前是在雅尼那邊裡面上班的 對於雅尼以前所對我們村莊裡面造成的傷害來講 有很多 而且都是非常惡劣的 在我們下方 就在雅尼的下方 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人 房屋被砸到 賠了小數人民叫我們自己修 土地的土壤流失 他丟了300包水泥給我們 叫我們自己去 想辦法去弄 從來沒有考慮到說 我們這些老農民 我們這些老人家 你看他們年紀多大了 他們過的是什麼生活 很艱苦的生活 可是他們就是一個阿靶 無理 然後他這次的環民來講的話 他所有的把所有的那個土地的 敏感地區全部都把它剔除掉 只留下一些中間比較硬的 四分子捨屍場 還有底下他那個大力颱風 之前那力颱風所造成的 他的石庫 他的鎖到 那邊的地基緊急灌漿的 這些問題 他們也從來沒有 沒有在那個環坪裡面 那如果說以後他存接之後 做了之後 那個那一些問題的話 如果造成很大的傷害 第一個 玉山裡白石下那邊的居民 可以說是一個都不留 你們開炸所造成的那一種震動 捨屍場整個滑下去的時候 我井山裡的全部就變成一個 小林孫第二了 這些問題他完全不列入 那一個環民的那個項目裡面去 那等於就是 他完全就是欺負我金山裡的 跟玉山裡白石下的那些居民 所以我們大家就是很嚴格的要求 駁回這三個案子 我們絕對不希望說 把這個案子重新開採 然後傷害到我們這本地的居民 所以我們也是很要求 很強烈的要求 就是說我們環保署能夠 駁回這個案子 再加上礦物局 你們最好考慮清楚 你們核准這個案子之後 對我們的傷害有多大 好 謝謝